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海军航空兵中服役多年 兼红7服役多年并且早已停产 而由于起本身便是改进次歼7战斗机的某改型号 升级改进空间并不算多 时至今日可以说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战争 差不多到了该退役的时候了 当由于兼红7飞豹在五国海军航空兵中保有量很大 现已数量众多 一时半会将其全部退役也不限时 想办法强化兼红7飞豹的战斗力 使其在服役一段时间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而在近日 一些新警公开的画面报道中 经过电子战强化火的尖红7飞豹便亮相出镜 搭载的大功力双电子战吊舱更是威力十足 在近段时期 央视官宣的军事报道画面中 出现了北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牟旅 装备的尖红7飞豹战机 与过去以往常见的尖红7飞豹不同的是 此次出现的尖红7飞豹 挂载了两个体型巨大的电子战吊舱 其飞升空 参与到贴近实战化背景的模拟对抗演讯中去 这种夹挂载飞豹上的双电子战吊舱 头尾部分呈黑色 吊舱的正下方 还有几根巨大的天线外露 据推测其拥有巨大的运行功率 在战时能够进行高强度的电子干扰与压制任务 双电子战吊舱是通过外星就能看得出来的明显改动 但这可能只是诸多改进中的一部分 尖红7飞豹的内部改进 才是最引发外界关注的细节情况 外界普遍猜测认为 尖红7飞豹可能进行了类似 美军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的改进 除了在外部夹挂电子战吊舱之外 尖红7飞豹的机体内部 可能还增设了其他的一些电子战相关设备 借以搭配外部夹挂的电子战吊舱 进行全方位的电子战适用性改进升级 增强战力 因为改造之后 特化了电子战能力的特殊属性 这种专职电子战的尖红7飞豹 也被网友们称之为电子豹 名字听起来十分新颖 又颇为霸气 电子战机在现代空战中 有着不亚于预警级的重要作用 现代战机机载的各种电子设备 及远程搜索雷达 都是现在空战中至关重要的战力加成因素 而电子战机的作战目标 则是递准了这些先进的机载设备 通过远程施加强电子干扰 使得敌方战机变得又龙又瞎 失去在超视距空战阶段的先手攻击能力 甚至是无法执行超视距空战 美军的EE18G咆哮者电子战机 就凭借着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远程干扰并压制住了 F22战机的机载设备与搜索雷达 最终实现了终极反炸 但模拟对抗空战演练中 将F22成功击落 电子战机有着和预警机同等的重要性 中国工业在该领域的发展 也是不遗余力 近年来已经陆陆续续 有多款电子吊舱文史 海军航母更是装备了 能够上舰航母的 兼15电子战改进型号 电子报的先生 预示着短期内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进行电子战领域的 特化改进升级 保持服役状态 但长远来看 海军岸戏航空兵需要的 仍是一款基于更新 更先进平台打造而成的 功能更强电子战机 期待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大家都知道 米格21战斗机在世界享有剩余 全世界数十个国家使用 总数超过万家 在这其中中国也是一个大户 也是除了前苏联 俄罗斯之外 制造数量最多的国家 而且飞机性能也超过了原厂 中国制造过米格21战斗机的厂家很多 除了在家闻名的承飞之外 还有沈飞和贵飞 中国制造的米格21战斗机 被称为歼7 歼7战斗机 对于承飞而言 可以算是救命级 从1964年开始接受 沈飞转业的资料开始生产 到2013年彻底停产 走过了整整49年的历程 对于承飞而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裁军 大幅度缺减军费 最终依靠金鸿7战机 大量外销才渡过难关 其中的关键型号是歼7M战斗机 歼7M战斗机的游览 是空军提出的方案 采用西方先进电子设备 改进歼7II战斗机 准备要100架 随着形势的转变 空军很快取消订单 最终乘飞抓住机会 和约断空军签订合同 引进GEC 马可尼航空电子公司的 和目标瞄准计算机 一台新型抗干扰测距雷达 一台新型大气数据计算机 以及新型雷达高度表 和低我识别系统 无线电通讯 保密电台等 结合国内设备 发动机等部件更新 最终结果 飞机火控 导航和通讯功能 都明显提高 而且增强了进去格斗能力 同时增加了航程和续航时间 也提升了 弹射救生的速度范围 延长了飞机的 机载成品附件的使用寿命 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先进的设备 给战斗机带来了 巨大的作战效率提升 由于先进的设备 重量轻体积效 导致飞机机头部分 减重130公斤 由于飞机尾部重量 没有进行修改 为了飞机重心平衡 不得不带机头 行增加130公斤配重 机头轻了130公斤 最后加钢板压回去 这样设计时 感觉非常屈辱 如何解决这个麻烦 就出了两条路径 一条路线 就是修改飞机启动 改变飞机机翼 最终结果就是歼7E战斗机 后续发展为歼7G 而另一个路线 则简单直接 居然机头轻了 要加配重 为何不能将机尾减轻重量 连带机头的配重 一起拿掉 这就是1985年 开始的歼7M 垂尾复合材料试验 经过十年时间 成飞拿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设计时采用先进 碳纤维复合材料 替换金属材料制造的 垂直安定面 方向垂 还有整流罩 最终结果减重20公斤 减重效益超过20% 最有意思的是 机尾轻了20公斤 处于平衡 机头减重 也可以取消20公斤 全机减重超过40公斤 战斗机是高技术产品 并非随意的可以更换 由于是成熟飞机改进 心形垂尾 保持了原有的气动外形 承载能力 方向安定和操作性 飞机包线 主要接头和船力路线不变 采用了等强度和刚度替换 就金属材料 替换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结果来看 减重比例高达31.4% 非常惊人 而且还通过了净力试验 高速飞行震产试验 气动弹性分析 同时也满足了 众多严苛的环境试验要求 比如雷达试验 电化学腐蚀试验 还有温热环境防护 总体而言 使用的T300 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 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但是 谁都想不到 歼7M战斗机 更换碳纤维成功 但是歼7战斗机系列 一直没有用上 最大的原因是 太贵用不起 碳纤维原材料 是正常金属价格的5倍 制成品价格大约暴涨到10倍 经过大批量生产 提升管理和工艺技术后 降低废品率 可以降到5倍左右水平 对于歼7这样的 低价轻型飞机来说 得不偿使 客户不愿意买单 中国有句老话 公布唐军 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成功 不会白白浪费 歼7M公款 碳纤维垂尾成功后 歼7战斗机家族 一直没有用上 最终在1998年 首飞的歼11战斗机 推广应用 配合放宽 尽管定度 先进的电船飞控后 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此前 解放军将四架 歼7无人驾驶战斗机 与新锐的歼16等 高性能战斗机混变 由于歼7的雷达截面 类似台军现役的 IDF和F-16A-B战斗机 战时将有可能 扰乱台军的防空系统 让其很难请自雷达信号 来判断是什么样的机型 其实解放军 正在测试台军方的反应 歼7包括歼6 甚至是歼8等退役战斗机 被改造成无人驾驶战斗机 未来被运用于实战 发挥无人驾驶战斗机 最大作用 在战时将被当作诱饵机 用来欺骗对手的防空火力网 此举 这意味着随着歼6 歼7 甚至歼8等 第二载喷气时 超音速战斗机的退役 军方可能选择性的 将部分机体完好的战机 拆除了机载航电设备等 用来改造成无人驾驶的战斗机 军方将歼6 歼7 歼8等战斗机 改造成无人驾驶的战斗机 在未来有可能爆发的 祖国统一之战中 凭借其高速性能飞越台海 至少能引来对岸 数量有限 但价格却极为昂贵 至少需要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枚的 PAC-3爱国者 远程防空导弹 从而为以防高性能战斗机 对地舰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 此外 歼6、78等无人驾驶战斗机 也能充当自杀性攻击武器 用来打击对手机场 军港 军营 弹药库 雷达站 指挥所等高价值的军事目标 携带一枚哪怕 250至500公斤的 无制导航空炸弹 离地面目标的攻击 都将会是毁灭性之弹 具备对地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